嗯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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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这两天你去哪了 我很担心你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好消息 为什么他还没有死 为什么 我就应该亲眼看着他死透了我在走的 我是命 杀了他 现在又杀了他 老婆 什么好消息 我有点饿了 想吃点东西 好啊 那我去楼下给你煮碗面 好 走 走 老婆 你在这里先坐一下 我去厨房给你煮面 好呀 我有点不舒服 我先去趟厕所 去吧 王世明 你之前的失聪是头部受刷导致 这次的意外啊 让你因祸得福了 太好了 我要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老公 给他一个奸细 你先回去 我来处理 现在就是动手的最好的事情 反正所有人都认为他已经摔死 那也得先知道 有没有人知道他活着回来 不是 这样 你先出去 这儿交给我来处理 我是命 老婆 面马上就好 你怎么回来了 姐 姐 吓死我了 搜救队说你从地盘上摔下去了 对不起 让你们担心了 那天你在车上睡着了 我就先去清扫 回来以后你就不见了 你去哪儿了 记得当时在你车上睡着了 然后就迷迷糊糊的 什么都不记得 那你记得你醒来的时候在哪儿吗 在一个草丛里 草丛 可是 我们在车附近的草丛都搜遍了 没有啊 你在哪个草丛啊 我也去看看 如果他说的都是真 那就没有人知道他活着 也没有人知道他已经回来了 你现在不动手 还准备等到什么时候去 杀人容易藏室呢 人死在家里尸体怎么办 你昨天那么聪明 今天怎么这么蠢 到时候再把他迷晕一次 然后扔到沐原后面 那个山崖下面去 反正所有人都认为 他已经死在那儿 就算找到尸体 也没人怀疑 你说的对 那就这么办 我得先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还活着 喂 霍言鹏 我是东区业主 阿婆 怎么了 哦 我那个手机丢了 先用这个旧的顶着 这个还好使吗 我帮你看看 要是不好使的话 我明天带你去买个新的 没问题 没问题 就用这个吧 走 吃面去 老婆 怎么了 不舒服吗 没什么 姐 快来吃面 姐夫煮的面可香了 药 药已经下好了 只要她吃一口 立刻就晕 你们 要不要一起吃啊 我不饿 姐你快吃吧 我去开门 姐 你快吃 姐夫去就可以了 汪先生你好 刚才有路过的业主说 可能有人看错了吧 我们家没事 没事就好 那我们先走吧 我也去看一下 姐 没事就好 老公 怎么了 卖总 你 你不是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对了 小七 告诉公司的同事们 我回来了 让他们 不要担心 怎么会 差一点就能送她 去见蔓远志了 你觉不觉得 麦令姐今天有点奇怪 什么 你有没有感觉 她好像能听见了 from 老公 你 你 琥鸣 对 freakin 我的 Igor removal 放 不能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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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我刚才好像做了个噩梦 可能是太累了 可能是 小心 小心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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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再睡会儿 我去上班了 嗯 小心 嗯 好 嗯 是 他醒了吗 醒了 他耳朵你确认了吗 我已经开始在测试他了 你之前不是找好杀手 让他再杀一次呗 我进去会联系他 老公 老婆 公司的董事们都打电话问候你呢 你近期要不要去一趟公司 给他们吃一颗定心丸 好呀 那我先去做个美容 再去找你们 好 我先去做个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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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附近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可疑的人 比如说苏熙和汪实名 他们有没有在附近 没看到 当时就你一个人 怎么了 没什么 是不是汪实名又欺负你了 没有 剑剑 麦叔是我恩人 可惜他去世的早 我没机会报恩 你是他唯一的女儿 所以只要有需要到我的地方 你尽管开口 周南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帮我调查苏熙和汪实名 我怀疑他们有问题 没问题 你也知道我在国外是做什么的 我说的问题 不只是出轨 我怀疑他们要杀我 现在报警会打扫精神 我想知道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 尤其是我们的新品牌 销售额涨幅高达24% 但是跟上个季度相比起来 我们的 不好意思张经理 打断一下 为什么PPT上没有文字 时间太紧 没来得及速 他们最近时间比较紧 也比较忙 所以忘记了你要来公司开会 真是不好意思各位 麦总是残疾人 所以经常给各位增加工作量 浪费各位时间 各位多多担待 麦总 我刚已经教训过他们了 要不让他现在去改 把文字版加上 你差不多得了 别浪费时间 继续 至于下个季度的规划呢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继续说 听说他刚刚还去开会了 是啊 什么都听不见 还非要参加 张经理说了 开会就是陪他玩国家家 就是 每个月写几份假合同给他签字 就已经够了 我说社会那事 你到底怎么测试了他 他刚才明明对铃声有反应的 我也在怀疑他 今天早上我故意没关水龙头 但他没反应 也许这是巧合吧 如果他的耳朵真的能听见 那我们不就全完了 必须尽快动手 不行 最近屋爷也加强安保了 还加装了监控 现在动手风险太大了 你别装 你根本就没想动手 好 你不做 我来 素希 素希 你去哪儿 跟你没关系 他来了 还不赶紧过去当你的专职司机 我先送他回家 然后去你家找你 王神明我告诉你 如果他不消失 迟早有一天会把公司拿回去 到时候 为了照顾孩子 他会要求你留在家里 你就会变成一个名副其实 没有尊严的人 够 生气了 没有的男人 我可以再等一等 不过 我必须要先确定 他的耳朵没有好转 你 谢谢 我干嘛 你干什么 素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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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老伯 你现在相信他耳朵还没好了吗 打算什么时候动手 我们是跟他关系最近的人 如果你把他撞死了 警察第一个怀疑我们 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老婆 我刚跟素希 聊了一点公司的事情 我来开吧 嗯 我说汪神 我说了我尽快把钱凑起 别再给我打电话 你滑给你脸了 老公 怎么了 推敲的 你怎么来了 不是让你最近别来吗 我来看看我姐 顺便再来看看 你说的监控和安保 是不是真的 小希 姐 我来做饭 你不会不欢迎我吧 怎么可能 我刚要做饭呢 那我来帮忙 素希 别整幺蛾子 汪总 都敢挂我电话了 赵总 哎呦汪总这是贵人多忘事啊 刚刚电话里没说清楚 我得亲自拜访 啊 汪总 这个是给您 还有给夫人的礼物 啊 您破费了 夫人真是年轻又漂亮 汪总 好眼光 您给我讲 哎 这位是 啊 这是我们家保姆 笨嘴装舌的 耳朵还不好 啊 拿过去吧 算我求你 再给我一个月 我一个月一定换你 一个月 赵总真是不好意思 我们家保姆不懂事 世明 还不赶紧让他去做饭 别在这碍手碍走 赵总 要不您留下来吃个饭 我让保姆多加几个餐 那就不逼了 我就是登门拜访一下王总 赵总 哦对了王总 我车上还有些礼物 要不麻烦您 跟我走一趟 礼物就不用了 赵总 我亲自登门拜访 哎呦 王总这不是看不起我吗 那这样 我让我的人 把东西给拿进来 哎 人赵总也是一番好心 我跟您去拿 不用了 赵总 我跟你出去 去厨房看菜 这就是礼物 怎么样 你的吗 你这人怎么回事 怎么打人呢 闭嘴 你们要干什么 这事跟他没关系 你要他先回去 还钱了吗 你有什么资格 跟老子讨价还价 嗯 嗯 夫人这么漂亮 要是还不上钱 我可得给夫人好好上一课 我肯定能华上 我肯定能华上 一个月 一个月内要是还不上 可别怪我们不客气 乖乖的把钱还了啊 走 好 周南 你帮我查一下这个 王世明 你去赌钱了 你钱了多少 不用你管 我马上就能还上了 你有什么还 你要相信我 我比你还希望麦麟锦早死 我根本就不是因为爱他 才跟他结婚 哪儿来的感情 我根本没时间等孩子出生 麦麟锦必须得死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 一周之内 是时候都有那个杀手了 不过 我得先去完一件事情 那天 你去牧原了吗 我提前两个小时到的 麦麟锦没死 你知道吗 我看到新闻了 那你不应该解释一下 我以为苏西已经得手 就准备解决他 结果你来了 后面的事 就不用我说了吧 不信啊 那算了 等等 再帮我做件事 喝吧 喝吧 妈 你怎么来了 妈 给你们送点好东西 又是凉面包凉牛奶的 这外国人的早餐能吃吗 你看妈给你们带来啥 这中国人的早餐呢 就一定要吃一口肉乎乎的粥 这可是妈 昨晚熬了一宿的 这里面呢 全是安胎补身子的好东西 来 麦子 慢慢喝啊 谢谢妈 不客气 吃吧 你和小夕怎么搞的 上次不是安排好了吗 上次他没死成也就算了 这次打算拖到什么时候 妈 这事你就别管了 出去别乱说 你妈跟谁说呀 我又不是傻子 怎么样 麦子 妈熬的粥好喝吧 这里面啊 有鹅椒山药龙骨核桃莲子什么的 说了你又听不见 反正啊都是好东西 他怎么没死成呢 啊 上次不是安排好了吗 我应该亲眼看着他死 偷了我再造的 杀人容易藏尸呢 人死在家里尸体怎么办 我比你还希望麦麟锦早死 我根本没时间等孩子出生 我不会要这个孩子的 嗯 醒了姐 我这是在哪 医生说 你现在要好好休息 孩子 我 我的孩子没事吧 我刚把你从医院接回来 孩子没了 医生说 因为你受了太大的刺激 导致意外流产 事况婴儿本来就很脆弱 重男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 你那天为什么在慕院 你应该已经知道了 汪世明和苏西要杀你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那天 苏西打算用汽车尾系把你毒死在车里 所以 你不是偶然到那里的是吗 我是跟踪过去的 我早就怀疑汪世明有问题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答应过麦树 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告诉你这些 他怕你伤心 我爸 这跟我爸有什么关系 卖叔早就发现汪世明这个人很可怕 所以他才极力反对你跟他在一起 我不同意 我从小把你捧在手掌心 你现在嫁给一个渣男 还伺候他 爸 我不回家住了 我和石明在一起 你不要担心我 小姐 你为什么那么傻 他只是想附庸你 爸爸只是想保护你而已啊 可是后来你瞒着麦树跟汪世明结了婚 麦树就让我在暗中调查他 保护你的安全 爸 我一定会像您一样 好好照顾小姐 爸 爸 我对不起你 我不该不听你的话 我原本做了周密的计划 故意以杀手的身份接近汪世明 原本可以在拿到证据的同时 又不伤害你 可是苏西突然发疯把我的计划都打乱了 我会让他们 都付出待见 老公 吃点早饭吧 这是我向摩的咖啡 谢谢老婆 吃块面包 谢谢老婆 我送送你 走了 两小时起销 要求能维持三小时 今天怎么这么热 今天怎么这么热 汪总好 汪总好 汪总 汪总 您要的水 谢谢 你在这儿干什么 外面 外面还有人呢 没事 怎么了 老公 你在干嘛呢 开会 我给你煲了汤 记得回来喝 好 快点 快点 麦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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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经理 麦总 您怎么来了 我来给汪总送汤 对了 通知大家开个会 汪总有重要的事情宣布 好 谢谢 怎么了 老婆 我刚才去上厕所了 没听见 没什么 我给你炖了汤 烦死了 别停了 那么多上一回忙的 赶紧过来继续 那我先去忙了 等晚上回家 再找你 麦总 麦总 您刚才想宣布什么事情 我还是想和汪总一起跟大家说 我们去他办公室吧 这不合适 不合适 麦总 麦总 这不合适啊 麦总 看来锁住了 没关系 我带了钥匙 你们 老婆 老婆你听我解释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不是你想的这样的 你 你 苏总 你们看什么看 别看了 你们看什么看 滚 别看了 太热了 麦总 姐 你听我跟你解释 别撞了 我不是瞎子 我早该看到你的无耻下见 无耻 那哪比得上你跟你爸 怎么 想打我 你打呀 把我打疼了 姐夫可是会心疼的 打你脏了我的手 麦琳姐 你得意不了几天 现在整个集团 还有谁把你当卖走 各个部门都是我跟姐夫的人 你以为搞一个小儿科的桃色新闻 就能把我搞臭 别着急 这才刚开始 就凭你 小心别把命配上 老婆 你没事吧 世明 苏西 苏西他要伤害我们的孩子 看什么看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真本事 没想到是这么低劣的手段 你还想污蔑 闹够了 买了一斤今晚就会死 别乱了戏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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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让我恶心 你看这么快就传到网上了 这才十几分钟 不放量都过忘了 听说了吗 脉总还怀着孩子呢 全公司都知道了 那对狗男女真不是东西 就是 早晚早报 小三不得好死 苏 苏总 苏总 接着说 苏总 对不起 怎么不继续说了 刚刚不是挺能说的吗 你们俩马上去人事部办离职 别让我再看到你们 凭什么你说离职就离职啊 凭我是总经理够不够 你们俩是不是钱再费也不想要了 董事会早就决定了 要把你开了 你还在这摆谱呢 真是搞笑 走 就是 一天到晚要无扬威的 王总 苏总 今天的会议是由董事会临时决定召开 由我代表董事会向二位问责 岳父总 轮不到你来教训我吧 这是董事会多数投票的决定 苏总如果对公司的决定有疑问 法务部就在隔壁 今天的突发事故 社会影响极差 导致公司股价跌停 如果不及时挽救 明天不知道还要损失多少 有话直说 为了及时挽救公司的声誉 董事会一致决定 请两位主动辞职 公司会保留你们的股份 是不是麦麟请让你们这么干 给我设计箱把我吸出去是吧 苏总 不再强调一次是董事会的决定 岳父总 这次事情我跟苏总确实有着不可推卸的阻碍 但是把我们两个开掉公司的股价会上涨吗 我看未必吧 公司只会损失两位经验丰富的管理层 你还看不出来吗 这就是麦麟姐给我们挖的坑 汪总 董事会确实还准备了另一个方案 如果你们两位在媒体发布会上 公开向社会道歉 并得到麦总的谅解 那么董事会可以考虑保留二位的职务 你做梦 苏总 董事会是不会陪你过恰恰的 小夕 小夕你听我说 你到底要骗我几次 滚 我有什么办法 你有多权吗 要求麦麟景自己去 我就是死也不会去求她的 那你就等着被董事会开掉 麦麟景做梦都会消息 小夕 你就这么甘心被她骗了 她可以演出一副好姐姐的样子骗你 你为什么就不能呢 我没有让你真求她 逢场作戏而已啊 咱们都演了这么多年了 你怎么这会儿糊涂了 是啊 都已经忍了这么多年了 小夕 别演了 留着你的眼睛跟麦麟景去演吧 那你这是同意了 老婆 对不起 我一时糊涂做出这些事情 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我们这个家 更对不起我们的孩子 我求你原谅我 我们的孩子不能没有爸爸 苏西 跪下给你解道歉 苏西 跪下 爸 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不配当你的孩子 我就不配做个人 对不起 爸 我知道错了 你可不可以原谅我 你能不能帮我求求姐姐 让她原谅我 行不行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对不起 不说了 都过去了 姐 对不起 姐 天塌下来 你也是我的妹妹 毕竟 我答应了爸爸 要好好照顾你 姐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真的能原谅我吗 我可以既往不救 但你要知错就敢 能答应我吗 我保证 我保证 我一定答应你 不说了 姐 明天 明天你可以陪我一起去媒体新闻发布会吗 我想向所有人跟你一起道歉 没关系 姐 你不愿意去的话 我可以自己面对 但是 我真的很害怕 他们所有人都在骂我 他们都在让我去死 我陪你去 真的吗 姐 从今以后 我愿意接受全社会对我的监督 做一个好员工 一个好丈夫 在未来做一个好父亲 在此 我恳请全社会对我的原谅 我希望大家相信我 监督我 我也恳请大家的监督 我最该道歉的人就是我姐 我最该感谢的人也是我姐 我很感谢我姐昨天原谅了我 我一定会用我的后半辈子去报答她 麦女士 我们观察到昨天麦氏集团的股价大跌 市值蒸发了一个亿 请问你是真的原谅你丈夫和你妹妹出轨的事吗 还是迫于董事会的压力 才出面做出和解 我姐昨天晚上已经答应原谅我了 我现在是她世上唯一的亲人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我 姐 我对天上的爸爸发誓 我一定会痛改前非 你对得起我爸 你对得起我吗 你们两个 另有我听不见 欺负我是个残疾 欺负我是个孕妇 你们两个干的那些肮脏事 真的以为我不知道吗 这太记得了 我 从来没有说过要原谅她 我也永远不会原谅她 都是她们逼我来的 你这个贱人我掐了你 你不信 你是疯了 你算了 来来来 老婆 事管婴儿本身就很脆弱 加上人生早期 很容易流产的 贝总是回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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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拍了 你拍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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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苏总吗 小三 还 字幕志愿者 李宝贾 啊 是 哎真的苦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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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搞出那种事情还不够 今天又闹出这么大洞 你让我怎么行动 那你说怎么办 你这单我做不了了 别再找我了 等等 我给了你两笔钱 说不干就不干了 这次不是我说要取消的 你别着急啊 你这钱我也不会带呢 卖了令件流场报告 我需要你给我这个 汉日期 十九号 两天前 你怎么梦到这个的 我是干啥 你们都被他玩了 你这个报告准确吗 啊 回来了 你怎么还敢来 滚 我来给你送救命稻草 你就这么感谢我 麦令件前天就流产了 原因是精神压力导致的激素水平紊乱 所以麦令件的流产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他还是当着所有人的面 让你背上了 杀死他孩子的罪名 居然敢耍我 我现在就去找他 我的小夕啊 你怎么那么傻 你要是这么单纯 你怎么到的关键 你想想 你姐是怎么搞你的 他先当着你的面装好人 答应原谅你原谅我 然后当着所有媒体的面当众反悔 他不仅搞臭你 我也一样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说 你姐怎么搞你 你就怎么搞她 我要让你再办一场媒体发布会 要比之前那场更大 邀请更多的媒体 当着他们的面诚恳的道歉 你要博取他们的原谅 就当所有人都认为 你要为流产事件道歉的时候 两出杀手情 如果这个时候再能有一滴 委屈的泪水 那就再好不过了 所有人都认为 是我杀了麦令景的孩子 所有人都骂我 要我去死 可这才是事实 栽赃陷害 这都是麦令景的手段 大家的同情心和善良 都被他给利用了 这还不够 一定要利用好这次机会引导舆论 勾起他们的仇富情绪 接下来就看你的 这家公司 二十多年前是我父亲 和麦令景的父亲共同创了 但就因为我父亲去世的早 麦家彻底独揽大权 这么多年来 麦令景几乎没有参与过公司的项目 但却一直都是高高在上的总裁 而真正为公司奉献人生的 是我们这些兢兢业业努力工作的人 但我们永远都只能是打工人 而麦令景 这什么都不用做 就能拿走绝大多数的财富 这真的公平吗 那些供应商吃回扣的证据 终于能派上用场 我们是麦氏集团的供应商 听说他们要解雇苏总 我代表所有的供应商表个态 如果苏总离开麦氏集团 我们会立即解约 因为我们是相信苏总的人品 才和麦氏集团合作的 各位 经过董事会讨论决定 终止对麦氏集团总经理 苏西女士的问责程序 在此 我代表董事会 向苏西女士道歉 苏总 对不起 苏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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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总 昨天你问我凭什么辞退 对不起苏总 我们错了 我们错了 你们几个被辞退了 自己收拾东西走人 对了 还有那个往我门上写字的 自觉一点一起滚 省得我去查监口 把你揪出来 这是爸爸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谢谢爸爸 这是什么呀 公司的股份 股份 那小夕是不是也有 小夕那边 我会另外安排 但她不能跟你比 公司早晚都是你一个人的 爸爸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 爸 我会把满眼之作的那些龌龊事全都抖出来 我要让他们父女俩 身败名利 你怎么来了 不是让你最近别过来吗 还嫌麻烦不够多 我当然要亲眼看看我姐一败涂地的样子 哦对了 顺便谢谢姐夫的助攻 你自己知道就好 别告诉你姐是我帮你的 你给我滚出去 我们家不欢迎你 这个白眼狼 老婆 我已经赶她出去了 你去休息一会儿 姐 被人背后捅刀子的滋味如何 我的妹妹 长大了 哎哟 汪总 原配跟小三杠起来了 我一定还钱 我这次我一定还 我肯定还钱 哎呀汪总 你这话听得我耳朵都几钱 怎么 我这次肯定还 我肯定还 肯定还 给个日子吧 到时候要是还不上 你这钱我就不要了 罚了 就这一身五脏六腑 能卖几个算几个 差数我也认了 一个月 半个月 半个月 十天 三天 三天 明天 早说嘛汪总 何必受这份罪呢 就明天 啊 姐 嫁了个这样的老公 我都有点同情你了 是啊 就这么一个窝囊费 还有人要当小三去偷 有没有可能 我是把他当刀使 那就看谁握着刀柄 谁又面对着刀刃 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新进展 你看一下这个 这几个供应商愿意为苏西说话 一定有利益上的瓜葛 他们应该从苏西的手上 吃了不少回扣 这就是苏西掌握他们的证据 所以能够拿到这个账本 就能够彻底扳倒苏西 我有一个计划 不过 可能需要汪世明的配合 老婆 对不起 我骗了你一件事 苏西都跟我说了 你到底欠了多少赌债 九百万 如果我明天还不上 他们就杀了我 我死没关系 但是我怕连累到你 你怕连累到 你是在危险我吧 不是不是 老婆你误会我了 他们那帮人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我担心你 你要是真的担心我 就不会今天才告诉我 是 我没有 我没有 我敢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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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辈子 别嫁给我去救援 我爱你 我可以帮你还这个钱 但是 你也要帮我做一件事 老婆 什么事我都愿意 我愿意 苏西有个账本 你是知道的吧 我要你帮我弄到它 那边是什么 咱们这个房源 这个配置 还是 你们是谁啊 怎么进来的 不好意思 请问您是 我是房主 你是谁 您是房主 小西回来了 他们都是我叫来的 这套房子 我打算卖了 这是我的房子 你凭什么卖 这套房子 是我父亲买给你的 只可惜 当时还没来得及 加上你的名字 他就去世了 所以现在 这套房子跟你没有关系 行 跟我玩这套是吧 我们走着瞧 你想办法 把苏西赶出房子 他走之前 必定会带走 最重要的东西 之后 就轮到汪世明出场 你房子的事我听说了 卖令经苟急跳墙 这种方法都想得出来 我给你找了个房子 你先在这凑合凑合吧 房间里面的洗漱用品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怎么样 还是姐夫对你好吧 还剩你这气的 别生气了 我带你出去吃个饭 回来再帮你收拾行李 顺便再收拾收拾你 凡人 走 等汪世明支走苏西 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没有账本 怎么可能 找到你要的账本了吗 没有账本 怎么可能 真是老鼠生来会打洞 你跟你爸一样 都爱偷我们苏家的东西 找到你要的账本了吗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我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我还说汪世明今天怎么这么好心 屁颠屁颠的来帮我找房子 原来他是被你拿下的 他可真是你的一条好狗 正式通知你 明天董事大会 董事会已经决定把你踢出麦式集团 记得来哦 老婆对不起 他上楼我一个没看住 为什么董事会要把我出名的事情我不知道 他们上午开会刚决定的 苏西那个事你也知道 他把节奏都带偏了 你流产那个事情涉嫌欺诈 所以 他们都签字了吗 还没有 明天上午开会 当场决定 我们还有机会 只要能拿到账本 老婆 那明天信托基金 能到账吗 你放心 我会赚给你的 好 那你小心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周南 你现在在哪儿 计划出了问题 账本没有拿到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 如果明天上午还拿不到账本 我就会被董事会除名 到时候 我爸一辈子的心血就全没了 周南 你到底在哪儿 开始吧 各位股东代表 各位董事监事 上午好 今天会议 只有一项内容 就是针对 麦令景女士 是否继续担任 麦事集团总裁一职 进行投票决议 按照公司法 和公司的有关规定 受董事会委托 由我主持今天的投票 麦令景女士 有什么疑问吗 没有 那么投票现在开始 同意免去麦令景 总裁职务的请举手 下面由我来计票 票数过半 则决已生效 一 二 三 老婆 你在听电话 喂 让苏西听电话 张云呢 你能听见 麦令景女士 你是不是能听见 你觉得呢 他从什么时候 干什么 你知道 看一眼你手机 会议暂停 我找麦总有点事情 你出来一下 这是怎么了 不是 这 这 这 什么大事 你怎么拿到的 我说过天下 没有不透风的墙 我总会找到的 那你耳朵 有什么时候听到的 小西 你的问题有点多 你以为 这些东西就能对付 你利用植物之变 拉拢供应商 行贿受贿金额 高达千万 你觉得这些东西 还不够搬等 我倒想看看 你还有什么底板 麦令景 你也看到了 现在董事会都是我的人 不如我们各退一步 你放过这一次 我就让他们重新投票 保留你在公司的位置怎么样 你怕是没有这个资格 这怎么回事 苏西 这账本解释一下 是 麦令景 你去死 苏西 你今天被这公司干这种事 王生明 你也有份 你胡说 你有证据吗 我知道账本的事 你也有份 但是 只要你能帮我扳倒苏西 我不但可以帮你还钱 而且你对公司 做的那些龌龊事 我也可以寄我不就 你行 麦令景 你给我等着 我不会放过你的 公司说我苏家的 早晚有一天 我会让你跟麦远之 生败名裂 苏西 你被董事会开除了 放肆 老婆 你没事吧 老婆 你耳朵什么时候能听见的 这么大的好声 你怎么不告诉我 汪世明 你现在的样子 真的让我觉得恶心 老婆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是关心你啊 还有 我答应你的事 都已经做到了 你说 你已经给我转账了 我怎么没收到啊 是不是银行需要 验证码之类的 你没发给我 你是真蠢 还是假蠢 你真的觉得 我会给你九百万吗 那你刚才说的那些 那都是骗你的 老婆 你不能这样 你这样会害死我的 你知道吗 那你就去死吧 我先弄死你 王总 怎么对你的救命恩人呢 这有两份协议需要你签 只要你乖乖签了 我可以帮你还一百万 赵总说了 这一百万 可以帮你续一个月的命 什么协议 一份是离婚协议 一份是股权转让协议 什么股权转让协议 当然是你持有 我麦氏集团的股份 麦立即我弄死你 别动手动脚 你知不知道 我为了你麦氏集团 拼了一辈子的命 给你当牛做马 为了就是一点股份 要我的股份 就是要我的命 账本的事我可以帮你藏 也可以帮你量 而且 我愿意花一百万 买你的股份 已经够意思了 赵总 赵总你听我说 你把我放了 我这个股份 价值一千万以上 你一百万从那那买 你亏大了 王总啊 你要是舍得 卖你那点股份 至于到今天吗 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吗 这次把我放了 你把我放了 我肯定卖 给我点时间 你打住 后半就我还听 我没时间 还是你老告诉我 人家给献钱呢 赶紧签了吧 别人敢等着 燕妈 那得签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等等 你做梦也不会想到 蒋仲南会背叛你吧 你怎么知道 蒋仲南 我雇他杀人 我当然要调查他 蒋仲南 蒋仲南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他接近你的目的 你真的清楚 哈 哈 快去看看 里面棋验了 咳咳咳咳咳咳咳 把老苏死那天的监控 全部闪掉 好的 麦总 那苏总的遗物 全部准掉 拟留任何痕迹 一会儿开会 知道要说什么吗 第二季度报表 已经准备好 接下来看 麦总您的意思 张经理适应得不错 记得把苏西的东西 打包给我寄走 记得让法务部联系他 把那些不属于他的东西 都给我吐出来 好的 麦总 哎 麦总 苏西的东西 您看怎么处理啊 剩下的我来解决 你先出去 资料我已经发过去了 多久有结果 已经有结果了 蒋中南在国外的时候 确实做过私家侦探 但是他回国之后 就不知道在做什么呢 现在我们正在调查 他的具体位置 还需要一些时间 没事吧 王世民 你以为麦令锦 是什么好人吗 你有今天 全部都是因为他 苏西你别再折腾了 一切都结束了 再不动我们就报警 苏西 念在姐妹一场 我就不报警了 你走吧 谢谢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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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我们夫妻感情这么多年 我这次是真心改过的 我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包好了 老婆 我不信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 我求你最后最后最后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好吗 爸爸出事那天 你在哪 老婆 你怀疑我 你知道的 爸爸的死一直是我的心结 好 我可以告诉你所有真相 但我想 我告诉你以后 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可以吗 那天 我加班到很晚 刚准备回家 小夕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不回家 怎么了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怎么了 没事吧 小夕 我是你姐夫 听说了没 昨晚卖走心脏病 都发趋势了 这件事你怎么知道的 工作群都发了 我才入职几天 对我们公司会不会影响 这是客人的发生 太突然了 对啊 快去快点 快去快点 苏西 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姐夫 昨晚我不是一直跟你在一起的吗 老妈的死跟你有关系 你要告发我 你别忘了 昨晚所有的监控 都拍到我在你车上 你逃不掉的 苏西他就是个疯子 我怕他发起疯来 拉我下水 所以我才逼我自己 忘了这件事情 直到你现在问起来 我才敢告诉你 老婆 都怪我 我对不起你 都是因为我太软硕 才导致爸爸纯实的 时间不早了 老婆 今天发生了这么危险的事情 我在客厅守着 你上去好好休息 你还是 老婆 可以吗 老婆 好 清洁 王氏明是骗你的 喂苏西 你下手挣住你弄死我的 王氏明你还有脸舒服 你刚刚下手也不清了 行了 不说这位 我现在已经顺利接近白领奖了 看来你平时是没少往我身上扣屎盆子 不然就凭你那个眼睛 你就说你想不想要报仇 想要 你就按计划行事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在监视我 清洁 这事我暂时没法向你解释 但我发誓 绝对不会做任何有害你的事 你相信我 那你把这一切都给我解释清楚 方氏明这人威力使徒 我会一直盯着他的 明天我们见面他 你 老婆 刚做了早饭 赶紧趁热吃 不烫啊 赶紧喝吧 以后上班迟到了 时间不早了 我先去上班了 你注意伤口 注意安全啊 老婆 说吧 发生什么了 为什么躲着我 汪世明说你回来 其实另有目的 这话什么意思 你到底在做什么 先看一下这个 苏大还死了 他刚才不是跟您在一块吗 别问 监控是不是拍到我跟苏大海了 对 那是监控 帮我把那段监控室别删了 绝对不能让苏西看到 好 回去 这个东西你怎么拿到的 从苏西那找到的 保护你的确是我回来的主要原因 虽然我也不相信是麦树杀了苏大海 但我觉得只有查清楚苏大海死亡的真正原因 才能解决这一切 你查到什么了 你知不知道苏大海到底是怎么死的 不是跳楼自杀吗 这件事情所有人都知道啊 那你知不知道 苏大海留下的余数 是麦树伪造的 王时明 你还有脸来 这是我家 我怎么不能来 要不是你 我早就报仇了 你想不想要麦远之杀你爸的证据 麦远之的遗物里一定有 我能帮你拿到 我们合作 但事成之后 我要卖是一半的钱 你要我怎么做 小夕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麦远之的亲生女儿 小夕 我是你姐姐 你被我爸收养了那么多年 我一直拿你当亲姐妹看待 你是指 害得我家破人亡的亲姐妹吗 要是我爸真的是坏人 那这么多年 为什么要一直对你那么好 那么关心你 当然是喜白他自己啊 毕竟谁会怀疑一个 既是好兄弟 又是好父亲的人呢 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 我很清楚我爸的为人 麦远之杀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 你难道就一点都不知道吗 爸爸 小姐 爸爸没事 爸爸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你就当今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什么都没看见 怎么不说话了 难道是被我说中了 我爸不是那样的人 这其中肯定另有隐情 当年所有调查结果都表示 我爸没有问题 苏叔叔 是自杀 谁提到他的其中干了 什么卧龙事 随你怎么误蔑 我爸是清白的 麦远之杀了我爸他是凶手 那你麦令锦就是帮凶 我对比了苏大海遗书中的自己 发现顿笔触的习惯和麦叔叔一模一样 麦远之杀了我爸他是凶手 那你麦令锦就是帮凶 求证 老苏现在已经死了 关于他的事以后不要再提了 没错 我和老苏在天台的那一段监控录像 也杀了吧 好 我知道了 以后但凡有人问起 就是我一气坏了 想要查明真相 你还是去找找麦叔的遗物 预备 我老苏是窗壳的 老苏是窗壤的 老苏是窗壳的 我碗凶手 你希望你丢价 那应该起来 那应该是窗壳的 是窗壳的 啊 啊 啊 你真的要见死不救 你想劈开我独吞公司是吧 王世明 王世明 老婆 我知道你在找什么 蔓延着杀害苏大海的证据就在我手里 你想怎么样 在河边 王世明 怎么是你 你在这里做什么 等翁世明 等他给我蔓延至杀我爸的证据 你说了 我拿到证据 蔓延至 你就是想逼死我 我费我们兄弟一场 你真要做到这个地步吗 苏大海 你看看你自己做的事 对得起兄弟这两个字吗 我没做错 就这么个公司 我们累死也赚不到多少钱 不如把钱分了去博一把 不可能 老麦 苏我求你了 你可用一次机会 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 你总不想看到苏西这么久 就没有爸爸吧 老麦我求你了 我就为人 你是知道的 独吞有什么为人可说 老麦 你真的要见死不救吗 我怎么救你啊 这些都是你自己咎由自取的 你自己退出公司了 你什么意思 你想撇开我 我不行 不是我独吞公司 你借了公司那么多钱 全都拿去赌 都输了 这样公司会为你拖垮的 我不想听你这些废话 你 钱给还是不给 公司的资金链已经断了 我拿什么钱给你啊 拿我的命给你啊 你还不上钱 你怎么是拿回放开我的 你要自己贴死 原来 苏叔叔是欠了赌债 才自杀的 不可能 不可能 我爸爸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我不信 是你 是你伪造了证据 你和汪世民何情会来骗我 说 是不是你伪造的 是真的 我没伪造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只要你承认是你伪造的 我就放过你 你说 相信 都是真的 我没有骗你 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 骗子 骗子 你们都是骗子 都在骗我 你们都是骗子 都是骗子 没事的 没事了 姐 姐 我对不起你 姐 妈叔叔不是我杀的 是王世民 是王世民杀的 我有证据 我有证据 姐 你信我 我有证据 证据在哪 证据在我家 好 那我去开车 小心 你有证据 谢谢 你 不能 你 没有 不 我 我要 那你 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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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